CBA常规赛第二阶段12月25日开打 各支球队都在紧张备战 最近有一条新闻引起了不少球迷的关注 赵瑞工作室发表声明对于网友编造赵瑞的不实谣言 赵瑞本人已经在解除隔离之后进行报警备案 对于此类行为 必将追究到底 赵瑞工作室晒出了报警的回职单 以及赵瑞报警时的照片 到底咋回事 恐怕很多人还没弄明白 教主查了一下 这位名叫严嘉宇涵的网友 晒出一段虚假视频 他自称是未成年女生 而赵瑞主动和其撩骚 现在这个视频已经找不到了 该网友是12月11日发布的视频 当天下午自行删除 当时赵瑞还在隔离当中 有一些球迷不问青红皂白 对赵瑞进行指责和抨击 到了12月13日 严嘉宇涵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手写的致歉声明 表示该视频不时 侵犯了赵瑞的名誉权 对于这种恶意诽谤的行为 赵瑞没有顾惜 他在解除隔离之后 12月22日正式报案 警方也已经受理 赵瑞这次处理问题的方式 让那些喜欢造谣的网友得到了警示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不要成口舌之快 恶意诽谤就要付出代价 教主不太理解这种球迷的行为 中国南栏征战式欲赛 回来之后按规定隔离 解除隔离就要立刻投入训练 备战CBA第二阶段 球员们为国征战和拼搏 球迷却恶意造谣重伤 这合适吗 不管你是哪队球迷 别忘了他们是我们中国自己的队员 赵瑞以前确实做错过 比如川队服事件 他因此受到惩罚 长达两年无缘国家队 赵瑞自己也进行了道歉和反省 我曾以为打好球就是一切 但后来认识到 身为公众人物 场内场外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言行举止要配得上国手的身份 错了就是错了 挨打要立正 没做就是没做 为什么要编造谣言 不仅是赵瑞 对其他中国的球员也一样 你可以不喜欢一名球员 但是如果他没做错 你不能编造谣言给他泼脏水 我们中国篮球已经处在低谷 各队球迷不要再内卷了 这次试育赛 赵瑞打得不错 他场均18.5分 五篮板五助攻 效率值21.5 尤其是第二场 他砍下27分 五助四板四抢断 赵瑞成为试育赛亚大区 第一窗口期MVP 还入选2021年 FIBA亚大区年度之星 中国女篮无人入选 中国男篮只有赵瑞一人 说回本赛季的CBA联赛 之前教主已经写过 第二阶段的比赛全在长春举行 部分场次已经开始售票 大家可以去CBA联赛的官方社交账号 去查看相关信息 明天上午11点 福建VS山西的揭幕站打响 晚上7点35分 辽宁VS北京焦点站 林书豪有望迎来本赛季个人首秀 他跟郭艾伦的对决值得期待 至于明天他俩是否都会出战 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 苦等一个多月 回来了 CBA终于回来了 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